好 看到国民党的全代会之后 确定提名了侯宜来参选2024总统大选 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并肩 侯友宜喊着下架民进党 蓝军也喊出要组成反韩大联盟 面对未来的挑战 侯宜他就说会竭尽所能赢得胜利 全代会上侯友宜跟韩国瑜商言拥抱大和解 韩国瑜除了许三个愿望要下架民进党 脸书跟发文力挺侯友宜 要跟他并肩拼2024 韩市长跟我都是认识多年的朋友 我们都是自情自信的人 大家互相拥抱热情地在一起 最主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想法 保卫我们中华民国 所有人能够平安 全代会后国民党定于一尊 但郭台铭还是动作平平 国民党朱立伦似乎暗示 郭董应该要懂得进退 团结什么都可能 不团结什么都不可能 如果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考量 个人的权益的权位的考量 真的不应该在台湾这块土地 来为人民打拼了 全代会后国民党气势再起 外界喊出组成反贪大联盟 但对侯友宜来说 如何先拉抬自己民调才是挑战 而真正的整合也才要开始 我都会坚定自己的步伐跟信心 一步一脚运竭尽所难 一定要赢得胜利 一定让我们国家能够平安 组成一个联盟就有赢的机会 西瓜选民就会把票投过来 人家看你不会赢西瓜选民就跑掉 台湾就是会有10%到15%的选民觉得 你会赢我就投给你 你不会赢我就不投给你 不合作是一定没有机会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看到这种合作的气息 大家要过好日子 也不要有战争 只有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所以国民党正好对准备团结继续拼 未来如何扩大贩滩大联盟向前行 将是当务之急 记者谢宏陆丽玄 SG小组新北报道 好 国民党全代会上 除了正式通过提名 侯友宜为总统参选人之外 同时也介绍了区域立委的参选人 现场营造了大团结的气势 而国民党呢 昨天召开了中央评议委员会 传出有中评委邱富生就提议 请党中央把韩国瑜列入 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对此呢 挺侯大佬中评委刘胜良 他就直言 这个举动呢 是有助于团结胜选的 好 看到呢 后宜在全代会之后啊 已经是定于一尊 而民调还是没有超过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那么很多人就几乎要蓝白和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柯文哲呢 都曾经说未来会水到渠成 侯伴组织的副召集人谢龙介就说啊 政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不能说不可能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只是要怎么整合呢 而且他还举例了 说2000年的时候撒卡都 陈水扁赢了结果呢 2003年2月份的联颂和 好 民调啊 胜过陈水扁有30几% 但是呢 到最后还是一样倒输 好 看到呢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喊着执政大联盟 柯文哲就回应说 蓝白和应该是价值理念的讨论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侯仪早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应该要讲清楚 蓝白如果和 那么行政院跟立法院该怎么合作 郭正亮就说呢 国民党是要逼民众党表态 不能够让民众党只想着要左右逢源 他早晚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蓝白和蓝白和 那至少要政策人事来和吧 比如说德国那个叫红绿灯政府 三个党 他们就是要把金民党拉下来嘛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要组一个联合政府 那事实上彼此之间差别也很大 可是你至少要说什么是共同的 这个总要讨论吧 就是政策有哪一些 是我们的共同政策 不然我跟你讲 你到时候会缺乏一种动机 来做票的转移 因为到时候丑罢两方都要去登记参选 那是11月20号 那气宝可能12月底就要开始发作了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先前的酝酿 说我们有哪一些共同的理想 你到时候票怎么转 对 这很现实啊 而且人家你要开始觉得说 我们至少有 虽然不一样 那可是有哪一些政策是共同的 那第二个就是不管谁当总统 我们行政院一定是联合政府 有一些话要讲出来 还有立法院一定是政府院长 我觉得这个东西 国民党要开始逼民众党表态 因为民众党不能够想要蓝绿 想要这个好像这个左右 左右都想逢源蓝绿逢源 没这回事 你要下架民进党 我跟你讲这个到最后民进党 因为他去立委有优势 所以他一定全力去雇票 所以你要从绿的那边要拿票 会越来越难 我觉得这个陈长文有一句话 讲得非常对 他说政党轮替的道德正当性最高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你不要讲说哪一个党一定要赢 没有啦 政党轮替就是最高的价值 那最高价值一定要连带出 哪些共同的政策改革你要做 这样人家才会有一种感觉 说愿意为这个去拼 我觉得这个侯友宜的时间真的不多 就是你从90 90两个月就要酝酿 那8月当然就是他的民调要拉起来 一定要拉起来 副总统赖青的权力来修补外交学分 昨天他接见了法国参议院的访问团的时候 他就强调 近来台湾灰能科技公司到法国北部投资 设厂金额是达到了52亿欧元 希望未来法国跟台湾的经贸关系能够持续来加强 并且请法国持续来关注印太和平稳定 而法国的外交际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葛托兰就说 以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为例 目前是有42个成员 友中小组只有40个 所以他说台法交流是日渐的友好而且密切的 好来看到国民党这种参选人后宜 也将在7月31号到8月2号到日本来访问 行程包括了会拜会国会议员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以及会接受日本NHK朝日新闻的专访 并且会跟台侨来请易交流 对于后宜要如何来整合在野事例呢 中央董事长周浩康也呼吁后宜要赶快来拉抬自己的民调 才有跟人家谈合作的底气 好看到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是动作平庭 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 昨天哪一有所指的说 只要有提名就一定会有遗珠 喊话一定要为了大局 为了台湾人民共同利益来努力 而且秘书长李乾隆也说 拳带会通过唯一候选人侯友宜 地方挺郭的事例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已经允诺 会在适当的时机出手来协助劝退郭台铭 好看到郭台铭动作频频呢 他喊话说民意要大于党义 而且呢还在脸书上面贴出了 票头老虎的这个表情符号 甚至呢引孟子的虽千万人无往以好 让外界猜测他下定决心要独立参选 但是呢偏偏等不到明确的答案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说 郭台铭可能在等最有力的局势 但是呢他显然是判断错误 因为呢机会是离他越来越远 郭董最强大的能力其实就是超能力 超能力超票 那看你怎么解读嘛 那反正超能力 那可是问题是一鼓作气再而摔三而结 他如果一开始就保持这种冲劲 然后直接就宣布参选 也许现在局面会不一样 但是他一直就是一副要选不选 要选不选拖拖拉拉 那他现在在等什么 他到底现在在等什么 他当然是在等一个对他最有力的局势 可是我觉得他的判断是错的 他越是这样等 反而这个局势会越等不到 就他本来等全贷会 那全贷会都已经过了 实际上全贷会并没有发生 某一些人所期望的改变嘛 所以那接下来你要等什么 等九月吗 对我不懂他在等什么 等侯友谊民调起不来 不是我不知道这篇文 我猜不是郭董自己写 应该是他的小编帮他写的 你知不知道 虽千万人无往矣是什么意思 那郭董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虽千万人无往矣 如果按照孟子原因的解释 就算有前面挡了一千万人反对 你都要冲喔 是这个意思喔 那你就应该要直接宣布参选啊 那你虽千万人无往矣 然后我再等等 这什么鬼 所以你确定知道 你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吗 而且说真的 郭柯和这种听起来 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郭董会愿意区区 看起来是绝对不可能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不认为民众党跟郭 之间还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机会是离郭台铭越来越远了 他如果够聪明的话 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要分析判断 他是个大老板 他应该很知道利弊得失 但是现在就怕他旁边 还有些人不甘心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要叫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